在《斯人日记》中将中国人形容为贤劳、肮脏、迟钝。 他写道,中国人吃饭时不坐在凳子上,而是蹲着吃,像欧洲人在丛林立节手时一样,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,悄无声息皆一份震惊。 他说,就连中国的孩子们看起来都无精打采,呆头呆脑,爱因斯坦写道,如果其他种族被中国人取代,那就可惜了。 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说,缺乏思想将是无法言说的既然之事,爱因斯坦在提及中国人时还写道,即使那些像那一样辛劳工作的人,也不会让人觉得他们意识到痛苦,一个像羊池一样的特殊民族,更像是机器,而非人类。 他还说,这里的男女没什么差别,我就纳闷,中国女性有何种魅力,让这里的男人失去免疫力,翻面出这么多后代。 相比之下,爱因斯坦对日本人的影响更积极,该罗克斯伦茨在该书序言中说,爱因斯坦将日本人,中国人和印度人,统称为智利迪夏和列等民族,这完全是种族主义言论,而中国人可能会取代其他种族。 这一评论是最明显的例子,不过他已为爱因斯坦练护说,我们必须知道,它是那个时代的一部分。 德国新闻电视台13日说,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从一个侧面说明,当时种族主义在欧洲的确非常普遍,即便一名犹太义大科学家也会深受其害。 不过该媒体指出,人们也不能根据今天的政治正确标准来衡量一百年前的评论。 德国明镜周刊认为,爱因斯坦对中国人的结论总体上令人遗憾,其保证文章的相关评论多达四页。 有网友说,爱因斯坦描述了他的观察,并将其推广到全体中国人,这并不好。 还有人说,情况恰恰相反,中国人认为那些欧洲人是野蛮,无道德,发臭,甚至骚脏的。 一名网友说,爱因斯坦只是他那个时代的孩子,其言论不该被过分夸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